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原來在星期日的傍晚6.9左右 在深水埗桂林街附近發生了一宗 疑似休班警納警棍來打打市民的事件 是令人發指的 是值得我們去講一下 當時整個過程 是由後面一輛私家車的司機的車鏡頭拍下 所以是非常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那名身穿間條衣服的疑似休班警 駕著一輛電單車 而且還未載著一名女人 沿著桂林街的方向走 即是雙安無事 誰不知到了桂林街和大南街的交界時 懷疑因為人車爭路的關係 就跟這個路人發生了爭執 其實這條車鏡的片段 就不太拍得到前半段的情況 但是當他那輛私家車 駕駛到電單車後面的時候 就拍了那個勇打的情況 這一名疑似休班警 就突然之間情緒激動 就下車了 下車的時候 就跑去車尾箱的時候 納出了一支黑色的新宿警棍出來 就對著那個圖人來勾打 從這個車鏡片段當中 顯示得到 這一名疑似休班警 是起碼勾中了一棍 勾中了這個男徒人的小腿 當時尾載著那個女人 看到這樣發生了這麼大的衝突 立即上前阻礙著 這一名疑似休班警 繼續來勾打 一定要這樣做的 要分架開兩個人才行 這個被勾中了一腳的男人 當然是不服氣 繼續跟他爭執和理論 當時有其他的市民 也不抵得這一名疑似休班警的做法 走上去圍著 起控 繞讓十多分鐘以後 有二十多名的防暴警察 就蜂擁而至了 根據美徐拍到車鏡片段的那位私家車司機所說的 原來那班警察 帶了被勾中腳步的市民 上了警車 你說這執法行為真的非常白癡嗎? 被人勾打的 你就帶他上警車 勾人的就可以逍遙法外 當然根據警察回應記者查詢時所說的 原來當時是一名52歲的電單車男司機 以及一名22歲的男徒人 因為道路使用的問題 產生了爭執 事件不涉任何刑事的成份 列作糾紛處理 事件當中亦沒有人受傷或被捕 但至於那個男人是不是休班警呢? 警察就沒有回答 這件事你一定要回答 為什麼呢? 如果他不是休班警的話 為什麼你不是當場對這個 納棍來誘人的52歲的男子 你是不對他進行拘捕呢? 一般的市民是不可以帶這些攻擊性武器出街的 否則就已經被捕了 說是管有這個攻擊性武器 是一定會被捕的 而且他很明顯是一枝伸縮棍 不知道是不是警棍 因為我們市民是不知道 你那些警棍是甚麼的模特兒 甚麼的牌子 甚麼的樣色 但是很明顯在車燈上看到 他拿出來的時候 是可以拉出來的那枝棍 而且是黑色的 然後就吐下去那個男人那裡 你這個為什麼不將他進行拘捕呢? 如果他不是合法持有這枝棍的時候 那就是他已經是違法的 但是你沒有拘捕他 你說事件當中不涉及刑事成份 到底這個是不是休班警呢? 如果是休班警的話 問題就相當之嚴重了 首先 你這個休班警根本上就是情緒失控的 竟然因為一些道路使用的問題 就可以拿出那枝伸縮棍來勾打市民 所以你一定要澄清 到底這個是不是休班警員 是不是? 如果是的話 是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你將這一枝伸縮棍 配給那些休班警員 原意就是叫他們去維持社會的秩序 以及在休班的時間 還可以執行職務 原意是這樣 但是現在很明顯就是和你的原意違反了 你完全是情緒失控的情況下 你就不適宜管有這些伸縮棍 作為一個龐身的武器 因為你原來是會拿出來解決思願 這個是非常之有問題的 你並非在執行你的所謂的職務 是不是? 第二件事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都不對他進行拘捕的話 其實你又是在製造一個特權階級 竟然說任何刑事成份都不適合 即是說他是不獲追究的 所以如果我們作為市民 對於這些不公義的情況 怎麼會服你警察呢? 這些是不是叫做忠誠勇毅服務市民呢? 所以 這個是不是休班警? 老實說我也是懷疑的 因為你沒有回應到記者的查詢 你是還是不是 你一定要公開交代清楚 你不能夠模糊其辭 不能夠閃避的這件事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如果你說這個不是休班警 你就要向公眾解釋 為什麼他可以納棍毆人 而你說這個是不懈任何刑事成份 這是非常之奇怪的邏輯 一般人 如果那些年輕人 比如說穿著中學校服的年輕人 在地鐵站給你來搜到他手袋 搜到他書包有一支這樣的伸縮棍 你肯定會拘捕他 肯定會嚇到警察 肯定會對他下口供作出這樣的程序 這個人竟然納棍毆人之後 是可以說他沒事的 你一定要解釋得非常清楚 如果今天又有下午四點鐘 車天車地的話 記者希望會問他這件事 問一下他這宗案件 在深水埗桂林街那裏發生的 你不可以這樣去避 否則你可以到處打人 而且你根本沒有穿著警察制服 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誰 當然市民就會懷疑這是疑似的優班警 如果你猜到香港警察 你說這不是的 跟我們香港警察完全無關 你解釋一下 你的執法標準在哪裏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不能被你納棍亂吐人 是不是呢? 哪怕那個不是優班警 是一個普通市民 不代表他這樣吐人是合法的 這是襲擊來的 講完這件事之後 就講一下關於區議會選舉的後續情況 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立法會的功能界別當中 有六個議席是由區議員產生的 一個叫區議會括弧第一 這個位是由全港區議員互選產生 區議會第二就叫做俗稱超級區議會 就是由15個區議員提名 一個區議員作為一個參選人 然後就由全港市民來投票產生 至於今屆區議會第一的議席是由誰勝出呢? 就是由民建聯的劉國勳大議員 就是勝出了 但是他在目前這一屆區議會選舉當中 就是輸了一千多票大敗給一個新人 這件事就相當嚴重了 當然在法例上 他可以繼續堂而皇之 或者厚顏無恥地 坐穩他的議員的職位 直到換屆選舉 即是他議席的任期 本來就去到2020年9月30日 問題就是 你這個議席 你已經喪失了參選資格 即是下一屆肯定就不可以 隨著這個功能界別 去參選立法會 因為他不再是區議員 他輸了 但是你繼續來做的話 就是很嚴重違反了政治倫理和政治道德 我舉兩個例子給大家聽 第一件事就是 當時在1999年 12月31日 時任立法會議員張永森 因為不滿政府殺局 當時殺什麼局 就是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 而張永森就是 巡註市政局這個界別 進新立法會 他就覺得 這個市政局的界別已經沒有了 所以他就在殺局的當日 辭職 不當立法會議員 第二件事就是 關於區議會當中 大家都知道有27個所謂當然議席 這個當然議席就是 是由鄉市委員會主席來兼任的 那個是有明文的規定的 如果他不再是鄉市委員會主席的時候 他就自動喪失了區議會議員的資格 問題就是 在這個立法會選舉 關於區議會豁湖第一的這個界別當中 其實他只是限制你在參選的時候 是符合資格就可以了 就是說你參選的時候 劉國昏就是北區區議員 所以他就符合資格 而且一旦當選就可以做滿這個四年的任期 其實這個是相當之吊詭 因為 當你做到第三年的時候 這個區議會就是進行了換屆的選舉 目前你就已經是喪失了再次參選的資格 為什麼你還可以 厚顏無恥地擔任這個區議會 豁湖第一的界別 的議員 基本上你去到 2020年的1月1號開始 你就喪失了那個認受性的了 你根本上就不再是區議員 但是你依然是擔任著區議會 豁湖第一這個界別的代表 那麼你代表的是誰呢 大家都知道功能界別的原意 就是因為社會上有不同的專業界別 而他們就需要有一個代表在議會裏面 幫他們發聲 問題你都不再是那個界別的人 你還發什麼聲 你自己在區議會裏都輸了 這個是非常吊詭 一定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 長遠來說 最好就是有一個不成民的君子協定 當你在這個區議會選舉之中落敗的時候 你就自己好去收皮 自行去辭職 不管是民主派也好 或者是建制派也好 以後就遵照著這個不成民的君子協定來做 否則的話 根本上就是很多餘的 再次突顯了這個功能界別的不堪 原來他不再是這個界別的代表的時候 他還可以代表這什麼界別 你是不是很奇怪 你都不再是區議員了 你還代表什麼區議會 這些情況就是要 大家解決 所以我勸劉國勳大議員 他自己釋取的話 應該是會辭職 不過我想就不會了 理睬你了 因為還有九個月 這個立法會就已經是 就是整個四年任期就結束了 當他做滿了這四年之後 其實他是有整個任期之過 薪酬的百分之十五作為約滿酬金 那麼大塊的錢 他怎麼會捨得是不要呢 所以我就相信他是不會理會 這些市民的 訴求 但是 這件事最終來說 劉國勳這一屆做不了 但是以後都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不能夠被這些那麼荒誕的情況 在香港出現 不再是那個界別的人 還可以代表那個界別 這些情況是瘋狂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